我们这个视频呢分享一下2005年的CCC滑铁炉计算机竞赛的Junior的第五题 也就是基本上是滑铁炉计算机竞赛初级竞赛最难的一题嘛 第五题肯定是最难的 好题目是说 题目说就是有一种语言叫Monkey Language 就是说猴子的语言 猴子的语言呢 重点就是这两句啊 猴子的语言呢它满足几个规则 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字母A 那么它就是的是猴子的语言 如果它是一个用N左右 就是N 一个猴子的语言加上N再加一个猴子的语言 也是猴子的语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一个B后面跟着一个猴子的语言再加一个S 它也是合格的猴子的语言 那么现在题目就想告诉我们 题目就想问我们 如果输了一列 给我们一堆单词 让我们输入X意味着中指 让我们判断每一句是不是猴子的语言 好我们看一下这题 我们先用程序来 我们先用程序来理解一下这道题啊 这道题目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猴子的语言 首先A 是的 A是A word 就是猴子的语言 然后呢 一个A word follow by N follow by A word 它也是一个猴子的语言 还有一种就是B follow by A word follow by S 它也是一个猴子的语言 好 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就是规则了 我们的程序就是要按照这个来 来 解析这个问题 所以根据题目我们会发现啊 题目里一定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 ANA 可以的 那ANA前面加个B 后面加个S 可以的 它是一个合格的 那我加个N再加个A 它也是合格的 如果它是合格的 我前面加个B 后面加个S 依然是合格的 那它是合格的 那再NA 也是合格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它还是 就是可能会比较复杂的 那这道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们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啊 好 我们其实选 选择的解决方案是用 循环或者是地规都可以啊 我们 这道题我们选了一个地规的方式 我们地规的去 replace一个NA和BAS 为什么哈 因为最终 你看 回到刚才这个情况 因为最终 我们会发现 这个程序里一定会出现 ANA这样的字样 因为这是它 组合的最小的字样 ANA 对不对 一定是最小的 ANA 这是它最小的组合的字样 然后呢 我们如果把ANA变成了A 可不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啊 等一下 我们先捋一下思路啊 ANA会出现 是可以的 BAS是可以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如果把ANA全部换成A 然后就会发现 我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 得到了一个BAS 对不对 那BAS我把它也换成A 这个时候我又发现 我又得到了一个ANA 我再把它换成A 我会发现 我又有了个BAS 我再把它换成A 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ANA 我再把它变成一个A 它就是一个A了 也就是说啊 如果是一个合格的一个 Monkey的Language的话 其实它最小的组成单位 理论上说是ANA和BAS 因为它可以直接是BAS嘛 没有问题啊 对吧 BAS 然后NA 可以的 对不对 那它的最小组成单位是ANA BAS 如果我把ANA和BAS 递规的把它换成 把它换成A 就不停的换 不停的换 把它换成A 最终的最终的最终 我会得到一个A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合格的Monkey Language 如果最终得到的不是一个A 我比如说得到了一个什么 BA NA 那肯定就不对了 所以这道题的思路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怎么写 我们首先要递付一个function 判断是不是Monkey的words 如果这个Monkey的words 等于A的话 就return to 我们要记住地规的 地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定义啊 地规一定要有走出去的条件 对地规来说 一定要有一个 能让它停止这个地规的条件 否则的话 它就会成为一个无限死循环了 就会把我们的CPU跑死 所以这道题的 这个地规的走出条件就是这样了 如果word等于A 等于最终剩下来就是A了 那我就返回去了 那如果不是A 但是我发现也找不到ANA了 也找不到BAS了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Monkey language 我就return false了 所以前两个A词 都是我们的 打断这个地规 打断这个recursion的语句 那如果说它既不是A 发现它能找到ANA 或者能找到BAS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把它 首先把ANA给替换成A 再把它的BAS给替换成A 替换完了以后 我们会得到一串新的数字 对不对 那么我再继续把这串数字输进去 判断 给我判断一下 我这个数字是不是Monkey word 拿到这个Monkey word 它会继续重复不断地找到这个操作 最终它会把这个数字简化成为 要么是一个A 要么就是不再有ANA和BAS的一串数字 它就会走出去 好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这个道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如何来判断一个数字 一串单词 一串字母是不是一个Monkey language 那剩下的就简单了 剩下的就是老套路了 我们读取 我们首先读取 读取程序的输入 然后读到X就brick 不是X我就把它加到一个list里面 然后我在循环 把这个list拿出来one by one 的去判断它是不是Monkey word 是的话就print yes 不是就print no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一下 它的输入是A ANA A-N-A-N-A B-A-N-A-N-A-S 我们还可以B-A-N-A-N-A 我们在输出之前 我们再自己创一个B-N-A-N-A-S 然后N-B-A-S 然后N-B-A-B-A-S 好够长了 然后我们告诉他程序 去输出 接着了 我们应该有1-1-2-3-4-5-6-6个 比题目中多一个 多一个的应该是一个yes的 因为我刚才输的时候 下意识的已经把B-S之间 留的是一个可以的 然后N两边留的是可以的 嗯好 那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跟题目的输出是一样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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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我们最后造的那个比较复杂的 也通过词验证了 好所以这题其实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需要能够想到这个思路 就是把A-N-A和B-N-A-S 给替换成A 不停地替换 不停地替换 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跟我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